本周第一个交易日 那么港股市率先开盘 整一个亚洲股市的表现都是比较好的 像日股今天是最高冲到2% 尾盘略有回落 包括新加坡股市目前还没收盘 也都是上涨的 包括马来西亚也都是一样的 那么最引人注目的毫无疑问 是整一个资本市场圈 或者说华人圈都在热议的 中港股市人造牛了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探讨一下 接下来港股10月8号10月9号 在迎接A股开盘的时候 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包括A股它自身又有哪一些机会和风险 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推演的 怎么样起好这一波人造牛 我相信是所有朋友 或者说投资中港股市 甚至是美股的朋友 都是目前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就以这期节目 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当前 投资中港股市人造牛 这个性价比 或者说它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区间 我们该怎么操作 那么节目开始之前 记得点赞评论加订阅 一键三连 我们一起出海投资 不孤独 那么今天上午的港股是冲高之后 有一段的回落 然后是进入一个窄幅的震荡 那么五盘现在距离收盘时间 还有一个小时 有一部分资金还是继续是向上去买的 那么也是压住明天 还有大幅的溢价了 但可以看得到从成交量 主要的主力资金 机构资金应该都是集中在上午 已经完成了全天的交易了 那么尾盘我现在距离一个小时的交易量来看 毫无疑问是一些小资金 包括一些压住性或者说赌性比较强的朋友 在这里面做一个提前的铺垫 看看明天港股是不是能继续大幅高开 那么A股方面不用讲了 A股方面基本上就不用讲了 然后可以看得到现在民众的情绪是吧 包括国家队 或者说各路的墙内的延报都看得到 已经直接把上证指数 应该是算要推到涨停板开盘了 大概明天高开在3450以上 甚至直接冲到3500都不是问题 反正前期的23年5月份 一年半前的这个高点肯定是要往上走的 那么走到3500的话 站在技术面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又是一个密集成交区 虽然还没有到达这个上沿3700 但我说实话 明天这种势头来的时候 3500或甚至说你在网看3300还是有的 这一轮的牛市 这个人造牛 上前两期的节目也跟大家说了 我说如果通过技术分析去看的话 那么A股可以往这个4000点左右去靠近 就是疯狂起来完全是具备这个目前这个条件的 因为现在基本上没有人敢去看空A股了 那么A股封起来大家也是知道的 对吧 所以我一直建议如果你现在手上是有筹码的朋友 对不对 那可以底部拿上来一直到了3900左右 你不要贪最后一口肉突破4000之后再去卖 那么是一个不错的离场机会 但是你对于刚刚这两天还没有入场 或者说叫做踏空的朋友来说的话 现在这个点位真的是挺尴尬的 是不是 因为明天这个A股的开盘 大概率你是买不到的 至少上午你肯定是买不到的 下午会不会有什么震荡 暂时还不清楚 因为明天10点钟10月8号 发改委联合几个部委的主任 要出来讲话复盘 那么他们的讲话就成为了整一个市场的 一个关注的焦点 相信墙内的媒体是肯定会 不管说了什么样的话 都会解读成巨大的利好的 但是你实际上反映到港股上面来 到时候外媒是不是会传递到认为 他预期是实现了 或者说颁布的措施 能不能和以前不太一样 这个就要比较考验港股了 所以明天的话 A股我觉得你去排队 基本上你可以靠抢 对不对 靠抢你是要胆子够大 你可以去上车 当然你不要使用杠杆资金 我是不太建议的 因为你前面这一轮前面 你没有使用到杠杆去抢占一个先机 你现在在明天集体全部疯狂高开的时候 你去使用杠杆资金 非常非常的危险 反正用闲钱 用自有资金去投资一下 A股或者港股 目前博弈的价值 或者说投机的价值 可以很明确的说 还是有的 那么其实换一个角度再去思考 因为A股的成交量 可以看得到上一次是 直接成交了2.3万亿 是吧 两户神两市成交了2.3万亿 那么接下来 我说实话 明天在买不到的情况之下 中港A股越不放量 越缩量 其实反而代表着筹码越坚定 好吧 它反而卖的人少 对不对 你越放量 比如明天3万5千亿 对不对 这个成交量 我觉得反而不定是一个 特别好的现象 因为这个量放出来 就对应着有买盘 有卖盘 那么现在到底是谁在买 谁在卖 我相信这个屏幕前的你 应该心中也有一定的分寸 对不对 国家队要买的 肯定是已经早买了 外资短期之内 他没有看到你 真正的经济的数据的好转 对吧 他长线资金是不会进来的 那么一些短线的 对冲基金 可能在香港市场会比较活跃 但是A股 对不对 肯定都是一些自己人 所以你要思考的是 接下来你买的股票 到时候卖给谁 是一个非常关键 值得去考虑的问题 反正前两期节目 我也聊到了 我说已经涨到高位的票 是吧 最近已经大幅反弹了 你就不要去追了 去找一些小市值的 黑五类的 是吧 当然你不要去找那种退市的股票 不要去找ST的股票 你最好是找上证的 或者说深圳的 创业版你也别去碰 因为新股民冲进来 他买不了创业版 他只能买这种00开头 或者60开头的 你就记住了 买00开头和60开头的 挑小市值买 对不对 上期节目点赞也不是太多 我也不单独出视频 带大家去选股了 免得让大家去踩坑了 虽然我觉得胜率还是蛮高的 大家可以回头 再跟大家去做验证 记住小市值 可以去参与一下 那么再回头来看 10月8号大概率是 涨停是稳稳的了 包括整一个大盘 上午至少应该都是涨停的 如果不放出成交量 像我说的 35000亿以上的话 我觉得A股的持续行情 也还是不错的 但是也要防一手 万一真的是 散户全部冲进去了 是吧 你机构全部出了 对吧 你成交量放到35000亿以上 我觉得在下一个交易日 也就是10月9日的话 就会比较危险了 这也会导致行情 可能在10月9日的时候 有一个高开 但是不一定能继续维持一个非常强劲的上涨 只不过说上涨是要休息一下 不可能连续这么涨上去 现在目前大家都觉得这种连续涨上去的行情都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你是要追涨的话 你要思考好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你的风险在哪里 你的收益就在哪里 现阶段的中港股市 风险和收益是1比1的 完全对等的 是吧 你要想好 我进去亏多少钱 你就对应好 自己要赚多少钱 因为现在不是谈什么基本面 也不是谈什么技术面的问题 完全就是一个筹码博弈 你买了一个 比如说市场价是10块钱的口罩 对不对 现在已经炒到90块钱了 对不对 你认为还有10块钱 再涨10块钱到100块钱 是吧 你要想一想 谁会来买你100块钱的口罩 对吧 你要思考的是这个问题 当然人性疯狂起来 会不会说让口罩变成110块 也没有办法去用数据去分析了 因为完全是进入一种非常癫狂的一个姿态 对不对 但是毫无疑问 大家做A股的朋友一定要看一下港股 因为港股是流通性比A股更好的 而且海外资本也都在这里 那么我不排除 我说实话 一定要盯着港股去做A股的顶 因为后面 我觉得大概率 恒生指数会优先于A股见顶 因为A股是有涨跌盘 涨跌停限制的 是吧 买盘一封的话 就一直顶在那里 它筹码都不一定松动 反正港股现阶段连续涨了好几天 从技术形态来看的话 现在也是继续在一个高位的十字心震荡 估计今天也就收成这样子了 量能 目前我距离收盘 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维持在2000 恒生科技的话 可能会跟昨天持平 也就是2600到2800左右的一个成交量 所以这个时候你不管是进场还是入场 我就是提醒大家 你要想好你现在90块钱的口罩 还能不能卖到100块 可以卖到100块的话 那么你要想一想你卖给的是谁 只要你觉得风险和收益 你都能去承担 那么这个时候你大胆一点去做中港股市 问题也不大 但是你说做长牛 现在不要建立长牛的思想 好吧 不要觉得这是慢牛来了 没有慢牛 A股港股永远都是牛短熊长 反正有多短不确定 但是它肯定是一个短期的爆发 它不一定持续的能落地 反正说实话用美联储的话 去解读现在的中港股股市的话 现在相当于港股A股 是吧 已经按照降息100个基点的预期在交易了 所以才涨得这么快 那么如果换个比喻 羊妈或者说财政部 它放水没有这么大 没有市场上猜的10万亿这么多 是吧 你觉得市场会怎么样 放在美股市场上来思考就很简单了 那就是完全不及预期 最后就会疯狂的去砸一些小票 对不对 那就会很危险 大票估计还是会去稳一稳大盘的 比如说券商 比如说银行 比如说保险 对吧 高盛现在也挑高了他们的目标价 所以他们的主力对象 就会比较的稳住基本盘 所以说做小票虽然还有空间 但是就是建立在一系列的这些预期 全都能兑现的技术上才能拿的 好吧 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 就跟大家讨论一下两种方向 记住风险和收益 现在是完全一比一的 你要赚多少钱 就要承受亏多少钱 那么既然选择了冲进去 那么就不要想太多对不对 特别是不要听我们这老股民的这些 劝诫直接往里面冲 不然的话你真的赚不着钱 好吧 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还是那句老话 我们一起出海投资 不孤独